现在现场的最新状况如何 是的 若华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的12点10分 中秋节刚刚过去 但中秋夜晚还在持续 新的一天来临 不过搜救的进度并没有太大的进展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王朝大楼里面 还是一样有21名的尸体的位置 是知道正确的下落 目前也正在进行用怪手开挖的动作 希望尽快能够把这些尸体给运出来 来进行一些后续的一个冰藏的一个情形 那么另外在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在里面还有一辆被压垮的车子 那么这一辆被压垮的车子 是可能在刚刚行进这个地方的时候 刚好被倒塌下来的王朝大楼给压个正着 因此受困的人数被我们预估的 原本是只有住户的情况还要多 那么在现场您还可以看到 尽管已经是子夜10分了 可是在现场还有很多的国军官兵在这里守候 怎么讲呢 最主要他们必须24小平时的奉派在这个地方 因应各种可能的状况发生 而他们也可以说是整个灾变事件以来 最辛苦的一群人 那目前在我旁边的就是今天晚上 在这里负责工兵连的连长 我们也要请连长告诉我们一下 今天晚上他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那么这些连的弟兄是不是都不要睡觉了 连长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这边任务 我们从前天就已经开始在这里帮忙清理所有的现场以及开发尸体 基本上国军的体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每次的工作量白天是在四个小时 夜晚是在三个小时 那么据说在这个地方呢 目前整个一个指挥权是在军方这边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传说呢 事实上是在俄罗斯的救援部队 这边连长是不是也要提出一个说明 事实上俄罗斯的部队 就是协助我们寻找这个尸体的位置 然后开挖还是由我们的国军 来真正来寻找到这个 把这个尸体挖出来这样 那么之前连长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些传言 就是说在现场呢 因为国军跟俄罗斯的这个搜救部队之间 可能大家都是因为善意单 却有一些沟通不良而发生冲突的状况 也真的有这样的情形吗 这个绝对没有这回事情 基本上我们完全的跟俄罗斯的友人来配合 好的谢谢连长 那么在刚才的公秘连长 他也提出了一些澄清 因为在今天整个白天 由于是多头马车的关系 所以现场相当的混乱 也可以说是各种传言不断 但事实上呢 这些弟兄们他们非常的辛苦 到现在都还在进行一个精神 这个讲话的 那么他们也不时的呢 在替力自己 希望能够让自己呢 今天新闻 我们今天在台中心的大理事为您开播 今年的中秋节不一样 因为921大地震呢 夺手了不少台湾民众的生命 也因此呢 今年中秋节多了不少的排位 到目前为止呢 921大地震已经超过了86小时 到现在为止呢 离岸者人数已经高达了2146人 同时受伤的人数呢 也多达8140人 目前为止还有33个人失踪 同时呢 受困的人数呢 还有311位 不过呢 救援单位到现在为止 也救出了3809人 而除了要告诉您地震的灾情之外 也要特别提醒您 气氧局已经表示呢 在台湾西南方的一个热带性地气压呢 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轻度台风 而这个台风对台湾地区呢 可能会造成中部地区明年开始降雨 因此露宿街头的这些灾民 他们的状况是格外令人担心 大地震的噩梦还来不及平复 气象局今天表示 南海热带性地气压 已经在今天下午增强为轻度台风凯姆 凯姆现在位置在恒春西南方700公里处 而目前呈现滞留状态 对台湾还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南部和东南部已经有局部降雨的情形 随着凯姆台风如果未来再继续的 气象局也提醒灾民要注意保暖 准备足够的帐篷避雨 救灾人员最好要转移山区灾民的安置地 另外网路上和坊间一直在盛传 还会有另一波更大的地震发生 气象局今天再次否认这项传闻 并且拿出图表说明 921地震之后 台湾地区地层活动的能量 已经逐渐减弱符合预测 因此目前不会有更强的地震发生 不过根据地震专家和国客会探勘的结果 造成这次地震的是逆冲断层 因此余震很有可能会往东部山区移动 很遗憾的连续几天 台湾晚间新闻都是在段源产品当中为您播出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中县大理市的台中王朝大厦 这里同样的也是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同时在地震已经86小时之后呢 今天就传出了好消息 因为六岁大厦在台中王朝大楼的二楼 这是一栋12层楼的大楼 但是地震发生之后呢 整个往下陷 当时张小弟弟被发现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地下室 在地表之下 他被救出来之后呢 真是感动了一刻 同时很高兴地告诉你呢 张小弟弟他虽然是六岁 不过他现在送医之后呢 他的生命迹象十分稳定 在地震中倒塌的金巴黎大楼 目前还有一百多人被活埋在瓦砾堆下 今天搜救人员带着搜救狼犬搭乘云梯车 在倾斜的危险大楼里寻求可能的生还者 犀利的狗叫声让救难人员为之振奋 立刻把狼犬放进酒楼 救出这条被困八十多个小时的狗 救难犬叼着小狗 把他交给救难人员 劫后余声 小狗吓得不断尿尿 无助的妈妈 没有人回应 酒楼的屋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再回到四楼 走进围楼继续搜寻 结果却让人失望 浓浓的湿臭味 让军方开始展开消毒工作 而住户也重回破碎家园 带走家当 看着满目疮痍的家 民众的心里只有深深的无奈 在台中王朝大楼呢 目前重机械虽然准备好 但是不敢使用 这些怪手在这边的目的呢 是来支撑这些断元禅壁 以便让搜救队伍能够进一步的搜 但是家属们仍然不放弃希望 搜救单位也决定尊重家属的意愿 坚持到底 因此到现在仍然在用人力 深入坍塌现场挖掘 除了军警消防单位 不眠不休的搜救之外 今天也来了一支 很特别的外籍队伍 这支9人的墨西哥救援队 具有在全球22个国家 协助救援的经验 他们今天一早才刚刚到台湾 喝了一点水 立刻就投入救灾 虽然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 但是他们会钻 有毅力 而且热忱一流 救难中心允许他们的话 他们可以进去里面寻找 这个看有没有生命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也可以把尸体挖掘出来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队伍 他们的外号叫做地鼠 就是说他们可以像地鼠一样 钻到非常深的地方去 在这群地鼠部队的协助之下 果然在今天下午又陆陆续续 找出了几块石块 对于这样的悲剧 板桥地检署检察官陈明祥 已经约谈了负责新建这栋大楼的 合昌建设公司负责人林毅信 以及建筑师连志谦 发现的确有证据显示 他们并没有按图施工 因此已经决定将两人收押 另外在云林斗六的中山国宝大楼的 灿达现场 目前搜救的工作 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我们现在就把新闻的现场 交给斗六的记者 没声明 看看目前工作的进度 声明 好的各位观众 在云林县斗六是大志街 中山国宝倒塌大楼的现场 那么这一遍持续到今天